中国历史上有这么一位诸侯宠妾 不但含冤头颈而亡 死后还被人剁作了肉酱 熬成了一锅粥 他是谁啊 又为何死得如此凄惨呢 如果感兴趣就点击屏幕上的有用按钮支持一下 谢谢 故事的最初还要从西汉时期的一个诸侯王说起 他的原名叫做刘去吉 是汉景帝刘起的曾孙 顾名思义 他从小就体弱多病 其父母才会为他取这样的一个名字 公元前91年 汉武帝在位期间 刘去吉的父亲广川王刘奇因病去世 他便自然而然地接任了其父广川王之位 封他为京河北省衡水市广川镇一带 继任先父的王位之后 刘去吉觉得自个儿的名字不吉利 便划掉了名字中的这个吉字 称自个儿为刘去 从此仗着自己是一方的诸侯 在封地时作为作福 荒淫暴虐 甚至大开贵族官僚盗墓之风 将挖掘古墓这档子不可耻 只是当作一种借机搜刮油水的玩乐行为 离谱而可笑 与此同时 刘去身边的女人也如流水一般 换得是比番书还快 今儿宿在这个宠妾的巨座 米儿又与另一个势必欢愉 甚至经常做些多人运动 简直是填补之耻 也正因为她喜欢蔫花惹草的性格 导致刘去身边的爱妃宠妾们 常常是争风吃醋 甚至演变到水火不容 因争宠而互相残杀的境地 而这些女人中又以刘去的正妻 赵信最为恶毒残忍 赵信这个女人十分聪明 她知道刘去素来身体不好 便每每趁刘去染病卧床时 忙前忙后的照顾 让刘去感到关怀备至 因而才一直宠幸于她 并将其立为正事 但与此同时 赵信又是个十分善妒之人 先后以不同的手段 陷害了非常多刘去的宠妾 比如刘去曾经十分宠爱的 妾室王昭平 就是因为赵信诬陷她要毒杀自己 最终被刘去残忍地虐杀 但有一个女人的出现 却突然逆转了赵信 独得刘去宠爱的局面 她才是咱们今天的真正主角 广川王刘去的另一宠妾 陶旺青 广川王刘去正妻 赵信恶毒 善妒 先后陷害多名 嗜妾惨死 直到陶旺青的出现 那这陶旺青又是何须人言呢 正史中并未对此人的出身 有任何琢磨及记载 可见陶旺青的出身并不显赫 甚至可能是比较低贱 也许正是刘去在世景中 拈花惹草得来的爱妾 但与她富有诗意的名字一样 历史中真实的陶旺青 绝对是个如天仙般的 倾国倾城的美人 否则又怎么可能被 平生月女无数的刘去 一眼相中 甚至是备受毒宠的呢 总而言之 打从陶旺青入广川王府的那天开始 王府后院的形式 就全然变了一副模样 刘旭自此整日整夜 都塑在陶旺青居所 还将她封为修米夫人 并且将原本归正妻招信 掌管的府内绸缎分配之仪 转而交给了陶旺青 而曾经独得荣宠的招信却 好似一夜之间被打入冷宫一盘 只能一个人独守空房 孤单寂寞冷 可谁都知道 就赵信这样一个恶毒又善毒的性子 怎么可能愿意屈居陶旺青之下呀 因此在陶旺青得宠之后 赵信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去留去跟前 诬告陶旺青 对他无礼 说这陶旺青 作为一个没名没分的侍却 穿的衣服 居然比我这正妻还华丽 拿着您给的绸缎 去讨好分发给工人 却反而苛口本该属于我这个正式的资源 简直是欺人太甚 欺罪当主啊 论以往 赵信若是在刘旺面前搬弄这些是非 刘旺二话不说 为了赵信的颜面 一定会将这些宠妾势必 赵罪诛杀 可这次刘旺却白了 赵信一眼 非常明确地警告赵信 我劝你还是少说些忘情的坏话 即便你在这搬弄这些是非 也不可能减轻我对他一丝一毫的喜爱 咱就把话给撂这 除非讨忘情对我不忠 与他人淫乱 我就是不会杀他的 你还是洗洗睡去吧 然赵信听此言 却并未气馁 甚至还反问刘旺 那如果他确实对你不忠 与他人淫乱 你又该如何惩罚他呢 刘旺随口答应 那我便喷了他 顾名思义 就是将人之间 喷煮致死的意思 赵信听刘旺这么说 当即不再耍性子 因为在他心里一个更残忍的计划 已经在酝酿之中了 广传王刘旺 为何要和正妻 赵信把宠妾陶旺青熬成肉粥 他自己的最终结局又将如何呢 俗话说得好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陶旺青自然也是如此 再说他本来就是一个 天仙式的美人 为了留住自个身上这些美好 他便极为喜欢 招化工前来为他做画 而赵信便逮住了这个机会 把这件事 在刘旺跟前是天有家族 说陶旺青在化工面前 故意裸露兼备 还一副搔手弄姿的座态 刘旺听闻此事之后 派人前去查探 德信说陶旺青确实 经常找人为自己做画 一话就是好几个时辰 这几件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也不知道他们是否有过 越贵的行为 虽然没查到确切的证据 但赵信却坚持自个儿 看到了陶旺青和化工的不轨 令刘旺心中很不适滋味 便慢慢开始冷落的陶旺青 又再次宠幸起赵信来 本来事情到这儿 就该告一段落了 可赵信此人却恶毒的非要将陶旺青 置之于死地的程度 于是此后 他趁着自个儿再次得宠 又屡次去刘旺身旁 吹起了二片风 诬陷陶旺青多次出入南屋 与王府中的郎中令 有互相私通的行为 对刘旺不忠啊 蠢顿如刘旺 还真就相信了赵信的鬼话 二话不说 就带着赵信 即一众欺切 直接冲进陶旺青的房中 不由分说的 就对其一顿毒打 甚至对他使用袍落之心 在刘旺对陶旺青 起翻的质问之下 陶旺青一再否认 自己与他人有所不为 而此时得宠的赵信 联合另外几个 被其买痛的事情 一口坚称 亲眼见到陶旺青越轨 致使刘旺当场气急 又对陶旺青一番全打脚踢 最终导致陶旺青白口莫辩 只得含冤投井而亡 而此时赵信还不解极 竟生生将陶旺青的尸体 从井底打捞上来 用一块木橘塞住他的下体 表示其为浪荡之人 并且转头向刘旺问他 大王还记得当初说的话吗 于是 应了刘旺当初说 忘情不忠 便行喷行这句话 刘旺和赵信最终将陶旺青 生生解枝 放入一口大锅里 与陶旺和毒药 一起熬成了一碗肉粥 一个风华绝代的爵士 每人就这样香消玉隐 死后还要被奸人 以残忍恶毒的方式 搂令对待 简直是悲惨至极 而在陶旺青之后 一有十数个女子 也遭到了刘旺 其正妻招信 如此残忍的对待 甚至此后 刘旺杀红了 也还将劝谏 自个儿的老师父子 也残忍杀害 而冥冥之中 天道好轮回 施杀成信的刘旺 最终因为 其滥杀无辜的罪名 东窗事发 而被朝廷削取了绝备 放逐上庸 最终在流放途中 资金身亡 而他那恶毒成信的 棋子招信 也被当即斩首失重 尸身被随意丢弃于世 受百姓之唾弃 如此结局 也算告慰 如陶旺青这般 惨死在此二人之手的 千百冤魂了